学校迎新晚会上 高冷学姐当着全校师生面前 问你愿不愿意当他男朋友 你当众告诉他 对不起学姐 我不喜欢高冷类型的 我喜欢的是与我素未谋面的温柔邻家姐姐 可下一秒笑花却笑了 小学弟 你口中说的温柔邻家姐姐就是我 早上 你刚带着行李来到你姐姐给你安排的公寓里 就看到有人在撬你家门锁 你便打算打电话报警 对方见状后赶忙解释 自己是来给2502业主搬家的 听到对方的解释后 你瞬间明白对方 这是把自己住的2501房间 看成隔壁的2502 你告诉对方自己是2501的 2502在旁边 在听到你的解释后 对方才明白为啥自己打不开门 于是对方便赶紧向你道歉 晚上 你刚回房间就听到一阵敲门声 打开门后 你看到门外站着的竟然是 下午那位被自己误会成小偷的搬家公司老哥 你疑惑地看着对方 老哥立刻就很有礼貌地表示歉意 小伙子 今天下午引起误会 还动了你家锁 真是抱歉啊 2502的女主人说 毕竟他当时不在家 这起误会他也有责任 所以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说完 老哥将纸袋递到你面前就匆匆离开 关上门 你低头看了看纸袋 上面还贴着一个便签纸条 抱歉 下午在学校 没想到搬家公司开门吓到你了 这个也算小小的补偿啊 自己很漂亮 并且在最后还留了一个可爱的字符 你拆开纸袋 里边是一块精致的奶油面包 面包还有暖暖的余温 估计刚做好不久 至于为什么这位邻居没有亲自过来敲门 你一点也不在意 甚至觉得这样更好 因为从小在女生面前会情不自禁的社会 或许心灵居然还不错 但最好永远都别见面 至于如何表达接受对方的歉意 你选择两口解决掉手里的面包 味道很香 奶油很润 次日上午 作为新生入校的你 一大早就拎着行李箱匆匆出了家门 而就当你出门将关门上的时候 你却发现门口有一张和昨天面包 带上一模一样的便签纸 房东说隔壁的你是个画家 能问问你平时什么时候工作吗 我会尽量保持安静的 便签纸的最后 还专门给出留白的地方让你写下时间 你看着纸条愣了愣 显然对方是个很温柔细心的人 对了 记得搬家公司的老哥在昨天下午的时候提过 新搬来的邻居很漂亮 同时你也在心里给这位未来邻家 贴下了温柔漂亮的标签 你从包里找出一支笔 在便签纸下面留下周末两个字后 便飞快赶往学校 来到学校后 你被熙熙攘攘的景象给吓了一条 学长学姐们好像约好了似的 学长迎接女生 学姐迎接男生 可你却把头埋低 加快脚步 射恐的性格 让你不敢再对女生多看一眼 你怕被人误会自己想搭讪 怕又遭到那种嘲笑 那个拎着黑色行李箱的学弟站住 忽然一直低头往前走的 被一双修长细腻的双腿挡住了去 你缓缓抬起头 可只是一眼 你就有些憨憨的愣住了 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 你从各个渠道 见过很多漂亮的女生 但是像眼前这个如此漂亮的女生 你却是头一回见 像精致的大明星 像下凡的仙女 但面对越漂亮的女生 你会越紧张 学姐对不起 你立刻表示歉意 站在对面的女生 身上挂着喜迎新生的兽带 女生疑惑的皱了皱眉 你跟我道歉干什么 你愣了一下 女生平静地说道 我只是想问你需不需要带路 你一个新生刚来学校 就不会找个迎新的学长学姐一起 你刚想回答 却发现周围的学长和新生同学 都朝你这边投来羡慕的目光 因为此刻站在你面前的 可是柳大的笑话书与晴 你哪个戏的 书与晴平淡地问道 对于周围人的反应 他似乎早以习以为常 我在计算机系 那我带你去报名 不用麻烦学姐了 给我指个方向就好 文言 女生诧异地打量着你 今天她来迎新 不少新生过来都会主动搭讪 结果你倒好 竟然有些害怕和自己说话 实在不行 我问问别人 书与晴有些无语 你重新把头埋低 从前面过去 喂 身后 书与晴的声音传来 你转头 只见书与晴伸手 朝前方指了指 那边是报名的地方 男生宿舍就在学校正门 一直往右走 谢谢学姐 你匆忙离开 书与晴的表情 也变得更加淡漠 新宝 很快 一个女生跑过来 勾肩搭背地挽住了 书与晴的乡间 她叫何雪涵 是书与晴的摄影 也是书与晴的闺女 我们学生会可是要求 每个人都务必迎接一位新生 书与晴淡淡地说道 完成了 何雪涵一边说着 一边点起脚朝你离开的方向眺望 刚才我就看你在跟那个新生说话 他看起来好像憨憨的 你说的不会是他吧 是他 那你怎么没带他去报名 他想自己去 书与晴转身朝宿舍方向走 自己去 好奇怪啊 何雪涵摇了摇头 随后好像想起什么事的 对了新宝 你做的奶油面包呢 我就缠你这口 别说忘记了呀 我昨天可是在微信上 特地提醒过你做两份 是做了两份 书与晴停住脚步 何雪涵伸手 那面包呢 送邻居了 送邻居 你还会搞邻里关系 出了点误会 道歉用了 在完成新生道道后 你便返回了公寓里 当电梯来到25楼打开门时 你就听到隔壁传来的钢琴声 原来新邻居说可能会打扰自己 是因为他要练琴吗 你开门的时候 发现门上的变迁值已经不见了 邻居应该是看到了你的留言 回到房间 你拿起派子打开做出软件 忽然 隔壁的钢琴声戛然而止 过一回 又传来开门的声音 随后是很轻的一声咚 可最后的声音 却让你立刻就紧踢起来 因为这个声音来自你家的门 什么情况 你亲手亲脚的朝门口走去 刚走到门口 隔壁又传来关门的声音 你先看了看猫眼 确定外边没人后才叫门打开 结果在自己的门把手上 竟然又多了一张便迁值 不好意思 打扰了 我不知道你今天要回家 如果要休息或者工作的话 我就不练琴了 另外 除了周末的时间外 你还有没有要不处的时间 你挠了挠头 你还以为刚才的动静是小偷 没想到新来的邻居这么客气 你进屋找了支笔留言 没有没有 你继续练 我以后可能都在学校里画画 这个月要军绪 应该都住学校 写好后 你就将便迁值贴到邻居的门上 并也轻轻地碰了一下门 发出冬的一声 一系列操作做完 你飞快进屋关门 不过在进屋后 你心里又有种莫名的期待 在十几秒后 果然传来和刚才一模一样的动静 你再听到隔壁关门身后 才重新去开门 那张便迁值 果然又回到了自己家房门的门把手上 军绪 新生 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弟弟 不过你刚上大学 就靠话话找到了兼职 真的好厉害 我能看看你作品吗 被人夸心情总是愉悦的 只是让温柔的邻家姐姐 看自己画的黑丝美少女 这样不好吧 家人介绍的兼职 我作品也没什么好看的 对了 谢谢昨天的面包 不客气 昨天还害得你差点道歉了 我本来就该赔礼道歉 一场误会而已 姐姐你不练琴了吗 如此反复 你和新来的隔壁邻居 一直在用便迁值聊天 对于这样的方式 你倒是觉得很合适 只要不见面 你就不会在女生面前觉得紧张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有些不方便 直到你再一次听到动静 看见便迁值的新内容 休息了 这张便迁值都快写完了 话说我们为什么不加微信 或者QQ聊天 在便迁值最后所剩无多的空白处 这位邻居还留下了自己的QQ号 和一个标志性的微笑表情 你一拍额头顿时反应过来 不见面地聊天 网聊不就最合适吗 并且这位邻居姐姐留QQ 而不是留微信的行为 更让你心情愉悦 因为你潜意识地觉得 微信是和亲近的人联络的聊天软件 QQ只是玩游戏登账号的工具 显然 可隔壁邻居认识才不到两天的时间 达不到加微信的程度 进屋关门 你添加好友成功 邻居的昵称叫做宛若清风 头像是个首会的小姑娘 放风筝的图片 难怪会对自己的职业感兴趣 原来对方也喜欢美术 你悄悄想着 同时也发了条打招呼的消息过去 邻居姐姐好 你好 对方很快回过来了消息 现在在画画吗 你回复 没有 跟姐姐一样 在休息 开学第一天不在学校休息 我本来想回家赶花狗 可能状态不是很好 姐姐呢 今天不上班吗 我是学生 哎呀 姐姐也是柳大的学生 你惊讶 因为附近的大学 就只有柳大 算是你学姐 姐姐知道我在柳大 房东说过 这样啊 那以后可能会在学校碰见 你发出消息的时候 不禁有些感慨 原本你还觉得 可以一直和这位 印象不错的邻居姐姐 保持如此良好的距离 但你们要是在一个学校的话 见面的机会可就太多了 你想和我见面 邻居姐姐的消息回过来 你赶紧打字 不 不想 可是消息刚发出去 你就有些后悔了 不想和人见面 很容易被人误会成一种排斥 为什么 我可能不太擅长 和女生交流 面对面那种 你老是芭蕉的打字回道 看出来了 否则也不会一直 鞋遍牵制 总之我没有觉得学姐不好 是我自己的问题 我也没说你觉得我不好 而且不见面也挺好的 为什么 对方正在输入中的状态 持续了几年 最终发过来这么一条消息 因为我是大胖子 见面后可能会吓死 看到一串无语的审略号 正趴在隔壁钢琴上的 书与琴嘴角微弯 果然和陈姐说的一样 她弟弟是个憨憨的男生 不过话说 今天早上碰到的那个学弟 也憨得有些可爱 很无聊 玩游戏吗 书与琴发过去一段消息 学姐也玩游戏 你惊讶 因为你正准备启动 铲铲打个时间 哪个大学生不玩游戏 敞完吗 玩 那我拉你 二人很有默契的 几乎是同时上号 游戏打到一半的时候 你在聊天框打字 校花学姐太变态了 校花学姐变态 书与琴没头一条 作为在柳大学校里 万众瞩目的存在 她收到过许多评价 可她还是头一次 听到有人评价她变态 你再次发来消息 是啊 她操作的瞎子一脚一群人 完全不讲道理 书与琴切换界面 看了一眼刚才吃鸡的对手 她顿时有些哭笑不得 原来校花学姐是对手的昵称 性别还是男 取这个昵称确实够变态的 书与琴吐槽 估计是暗恋他们学校的校花吧 可校花任不认识她都不一定 书与琴转了转眼睛 名嘴含笑 那你认识柳大的校花吗 学姐你别说 我还真认识 今天迎新的学姐就是她 当时我不知道 问了路就溜了 直到后来 我室友说她是校花 你发来的消息 让书与琴望着屏幕愣了好几秒 原来 今天上午接的那个新生就是你 学姐 还玩吗 看宛若清风很久没有打字 也没有继续开始游戏 你就在聊天框询问 书与琴这才回过神来 过了吧 快五点了 要回学校 话说我也该回学校了 晚上要领军训服 发出消息 同时内心也有些纠结 不过这份纠结 在宛若清风的下一段消息发来后 便立刻烟消云散 那你先走 我再休息休息 似乎这位温柔细心的林家学姐 已经猜到了自己面对女生有些社会 你常舒了一口气 在临走之前打字道 谢谢 客气 出门 回到学校请示 你就被下行拍了一下肩膀 老陈 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 看你这表情还不知道吧 我们也刚在柳大公众号上看见 明天咱们大一新生不是要军训吗 你看这个消息 下行拿出手机滑动两下 递给你看 柳大的公众号上 推送了一篇文章 标题是学长学姐的小行李 活动的内容很简单 就是在每年新生军训的时候 学长学姐会在第一天军训的日子 为新生送上一瓶水 为了避免一个新生收到很多水 所以大家默认的都是迎新的学长学姐 去送给各自迎接的新生 嘿嘿 今天借我的学姐可是医学院的愿化 明天务必跟学姐再多多交流一下 下行得意的笑了笑 病气差到被学长迎新 那倒不是 你摇了摇头 那是谁 三人好奇地朝你这边打拦过来 你犹豫地看了看他们 随后小声说 是舒雨晴学姐 卧槽 下行三人纷纷瞪大了眼睛 难怪上午你盯着舒雨晴学姐的照片看 原来你是咱们柳大笑话迎新的对象 等等 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忽然 下行冷静地分析道 我在贴吧上看到过不少关于舒雨晴学姐的评价 而大家评价的最多的 就是高冷 除了很要好的闺蜜 别说男生 就连女生都很难和他搭上话 所以老陈 你最好得有个心理准备 虽然参加这个活动的学长和学姐都很积极 但舒雨晴学姐极有可能不在其中 明天你可能没有学姐和学长给你送水了 听到下行的分析后 你脸色有些尴尬 明天大家都有学长学姐送水 唯独自己一个人傻愣愣地站着 不过很快你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迎新的学长和学姐给新生送水 只是活动默认的潜规符 并不是必须 所以 只要自己找一个学姐或者学长帮忙送水 不就行了 如此想着 你坐到自己的床边 悄悄拿出手机 你打算请那位热心温柔的凌家姐姐帮帮忙 女生宿舍里 舒雨晴宣布将参加第二天学校的迎新活动 给新生送水 此话一出 一旁的好闺蜜何雪涵瞬间呆住 我记得两年前你还吐槽过刘大的这个活动吗 难道说 你看上哪个新生了 看上 舒雨晴匪夷所思地望着他 你想多了 舒雨晴无情地将他话打断 既然迎接了一位新生 也要对他后续负责 你是说那个只是问路 然后就跑了的憨憨学弟 何雪涵想起了上午见过的人 是他 舒雨晴点头 次日傍晚六点 教官刚宣布原地解散 操场台阶上就陆续传来热情的呼喊 众人转头一看 原来是送水的学长学姐过来 你看着大家都拿到了各自学长学姐送来的水 你有些尴尬 那位好心温柔的凌家学姐不会割自己吧 忽然 身后冰冷语气的声音从你身后传来 让你下意识地颤了一下 而当你转过头去看向对方的时候 便瞬间睁大了双眼 没想到 在身后和你打招呼的人 竟然是柳大的笑话舒雨晴 怎么了 舒雨晴疑惑地看向你的眼睛 闻言 你赶紧低下头 舒 舒雪姐 没想到 没想到你会过来 看着眼前脸红的你 舒雨晴一脸冷漠的表情不禁愣了一下 原来 她看见女生会紧张成这样了 也难怪昨天只是和自己在变迁纸上聊天了 如此想着 舒雨晴朝你瞥了一眼 她平静地说道 难道这个活动不是默认迎新的学生给新生送水 是这样没错 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意外 我听说 雪姐你好像很高冷 听到你的话 舒雨晴瞬间无语 所以雪姐 这个是给我的吗 你指了指舒雨晴手中的矿泉水 是的 舒雨晴将水递过去 不知道是因为军训这么久太口渴 还是因为涉恐犯了 看见如此漂亮的雪姐太紧张 你拧开瓶带后 竟然一口气将整整一瓶水给全干了 这一幕 看得舒雨晴差点没有憋住 陈姐的弟弟 可是要比陈姐说的憨多了 大家都走了 舒雨晴仍然是一脸冰冷的朝沉默说道 你看了看四周 果然操场上已经快没人了 那我们也走 你弱弱地问道 走吧 雪姐请等等 怎么了 舒雨晴疑惑地看着你 只见你拿出自己的手机 双手触碰着屏幕的模样明显是在打字 但具体内容舒雨晴却看不到 直到自己包里传来支的一下震动 你才抬起头不好意思地说道 好 好了 舒雨晴眉头不惊跳动了一下 现在可以走了吗 嗯 离开操场 舒雨晴边走边拿出自己的手机 刚登上QQ好 就看到了你发来的信息 不好意思雪姐 我也没想到舒雨晴雪姐竟然来了 你带伞了吗 我回宿舍给你拿雨伞送过来 看到消息 舒雨晴不禁觉得有些好笑 好笑是因为 这个憨憨学弟似乎从来没想过邻居就是自己 但同时 他也感到胸口的温度有些暖暖的 毕竟在你的眼里 自己根本就是一个素未磨面的陌生人 这样的你给舒雨晴的感觉非常特别 你好像和所有跟自己打过交道的男生都不太一样 一路无话 设恐的人和不善言语的人走在一起 让你们都觉得有些尴尬 等等 你去哪儿 最终 是由舒雨晴停住脚步 率先开口 他抬头看了看眼前的楼房 不知不觉见 他竟然跟着你走到了男生宿舍楼楼下 哎呀 我回宿舍拿把雨伞 现在不是还在下雨吗 你指了指天 舒雨晴想起来了 你是想给白跑一趟的碗落轻松送散 但是 你难道就不知道现在应该是去学校外边吃饭 而不是回宿舍吗 好 我在这里等你 舒雨晴走上屋檐底下的阶梯 这里正好能够躲雨 学姐请稍等 你丢下一句话后 就匆匆跑上了楼 直到这个时候 舒雨晴冷漠的脸上 才终于露出哭笑不得的笑容 这个憨憨学弟 原来是想抛下自己给宛若轻松送散吗 要不是撑过体重 甚至他都有些自我怀疑 自己被你忽视 是不是因为暑假吃了好多甜品长胖 真诚大胖子 不过这个学弟 蛮有意思的 如此想着 舒雨晴拿起手机 切到QQ打开和你的聊天框打字 不用送散 我没有淋雨 两三秒后 消息很快就回了过来 这样啊 那今天真的抱歉了 那改天我请学姐吃饭 舒雨晴不禁有些意外 请我吃饭 你不是见到女生会设恐话 不过这条消息 等了十几秒后才有回复 哎呀 学姐你 你怎么知道 舒雨晴心中意紧 想了想后打字道 因为你昨天甚至都没有敲门 而是在便签纸上写字 这都被学姐看出来了 舒雨晴松了口气 心说差点暴露了 不过昨天你的行为 也的确给了她一个 你是个内敛大男孩的印象 她转移话题 你不是和舒雨晴同学在一起吗 怎么还有空回我消息 我已经到宿舍了 舒雨晴学姐在宿舍楼楼下 我马上就下去 哎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 你觉得舒雨晴同学怎么样 舒雨晴想知道 你这个憨憨学弟 是不是真就把自己给无视了 结果很快你就回复到 比好多大明星都要漂亮 舒雨晴微微一笑 不禁抿了名嘴 被人夸总会让人心情愉悦 哟 有这么形容学姐的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她真的和大明星一样漂亮 也一样高冷 一 难道学姐没见过舒雨晴学姐吗 见过 那学姐为什么会问我 你再不下楼 可能你那位明星学姐 就要被当作动物园里的猴子围观了 敲下这串文字的时候 舒雨晴的手指都用力了不少 因为 现在真的有不少回宿舍的男生 在朝她这边看 学姐 抱歉 我有点事情耽误了 没过多久 你拿着一把黑色的雨伞 从楼道口跑出来 果然 周围好多人在看舒雨晴学姐 跟我走 舒雨晴直接转身往外走 哎呀 学姐 我们这 这是去哪 你一脸猛的跟上去 请你吃饭 舒雨晴攥着你的手腕 头也不回的说道 而身后 尤其是高年级的学长 甚至还夸张的揉了揉眼睛 主动请男生吃饭 这还是柳大的笑话 这还是舒雨晴吗 来到餐厅后 舒雨晴找了个角落靠窗的位置坐下 有喜欢吃的吗 舒雨晴将放在桌子上的菜单推给你 学 学姐推荐就好 你客气的摆摆手 有些拘谨的坐在舒雨晴对面 这家馆子的菜很好吃 舒雨晴自顾自的说着 好像是在告诉你 带你来这里吃饭的原因 能吃辣吗 舒雨晴抬起头看向你 按照学姐的口味就行 你有些害羞 你不擅长吃辣 但能吃 很快三菜一汤盛上来 你小口小口的刨着饭 被特辣口味的辣子鸡辣的嘶哈嘶哈 反倒是坐在你对面的舒雨晴 一筷子一小块鸡肉 冷漠的表情没有半点变化 不过辣倒是其次 虽然你不自在的 还是跟舒雨晴坐在同一张桌子吃饭 虽然学姐很漂亮身材也好 但终归还是不太熟悉 设恐的人在这种场合 往往会拿出手机也是尴尬 你也一样 舒雨晴也自然而然的将自己手机拿出 并且打开了QQ 学姐 我现在竟然在和舒雪姐一起吃饭 很快 你的消息就发到了宛若轻松的聊天框 舒雨晴微微有些诧异 如果不是你在QQ上说 她甚至都不知道你和自己吃饭 竟然有这么激动 有这么激动吗 现在感觉怎么样 舒雨晴想问的是 自己是不是还给你高冷的印象 一直以来 她都觉得自己不是高冷 只是不太想跟一些人接触 这时 坐在对面的你开始低头打字 很快消息发了过来 舒雨晴看到消息后不禁愣了一下 QQ上一连收到两条消息 好啦 但是很好吃 谁问你吃的呀 舒雨晴差点没憋住手 这一刻 她想起了陈姐提起你是说过的话 陈姐说 性格在冷淡的人 偶尔也会被她那憨憨弟弟给莫名的逗小 包括她自己 所以她建议舒雨晴可以和自己弟弟认识认识 他们一定能相处得很愉快 喝点这个 忽然 一碗汤轻轻推到你碗边 嘶哈嘶哈的你仿佛像找到了救命道草似的 连忙就喝了一口 一口满汤下肚 你才好像察觉到了什么 连忙抬起头对舒雨晴说道 谢谢学姐 吃好了吗 好了 那回学校 舒雨晴站起身 雷厉风行的招呼老板娘买单 原本想自己掏钱的你 甚至都没来得及打开微信的二维码 走出餐厅 重新回到学校 晚上要继续军训的你要去操场准备集合 舒雨晴则打算直接回宿舍 走到操场和女生宿舍的岔路口时 你好像鼓起勇气一般朝舒雨晴说道 那个 学姐 怎么了 舒雨晴偏头看向你 你将手里的雨伞递过去 雨伞给你 你不用 舒雨晴没有接 你不好意思的说道 我们晚上还要军训 反正都还要领女 好 谢谢 舒雨晴接过雨伞 雨气也从万年不变的冷漠变得温柔了些许 你的声音忽然弱了一些 那个 我能问学姐一个问题吗 你说 学姐你 你是大二还是大三的 你小心翼翼地问道 舒雨晴不禁有些意外 但还是回答道 大三 明白了 谢谢学姐 那家馆子很好吃 说完 你便匆匆道别离开 反倒是舒雨晴站在原地愣了好一阵 刚才的你突然问她大二还是大三到底是什么意思 回过神 舒雨晴一边撑着伞一边拿出手机 想要通过宛若清风的账号找到答案 结果刚打开QQ 她嘴角就不由微微上扬 原来 我都不知道 但是她真的好高了 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晚上 舒雨晴刚回宿舍 何雪涵就坐在床上探出一个脑袋望向她 新宝 你回来的可比我想象中要晚 你和那个学弟干什么去了 就是吃了顿饭 舒雨晴面无表情地坐在自己书桌前 诶 等等 何雪涵眼睛一亮 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 立刻翻身下床 这是什么 何雪涵指着舒雨晴手里的黑色雨伞 舒雨晴朝手里的雨伞瞥了眼 淡淡地说道 雨伞 废话 我当然知道是雨伞 含一脸八卦地凑过来 用肩膀轻轻磕了一下舒雨晴的肩 看不出来那个学弟还是个暖蛮 不知道 舒雨晴的表情仍然没有变化 但还是补充了一句 那又怎样 那又怎样 拜托 你以前可是从来没有收过男生的东西 立把雨伞而已 那是雨伞吗 那是小雪地的行业 一眨眼 周末到了 由于周末不用军训 你和你的几个摄友一起相约来到网卡打游戏 游戏开始之后 设有夏航的目光忽然落在了前方的二人卡座位置 我看到张诗雨学姐和舒雨晴学姐一起来网卡了 只见舒雨晴和张诗雨都拿着一个小本子 在前方并不太显眼的卡座位置上了机 不过他们不是来玩游戏 而是因为迎新网会要开始了 所以到网卡来查些资料 忽然 舒雨晴和张诗雨转过头来 夏航立刻将目光重新落到自己屏幕上 不过他可不是像你一样的设恐和害羞 而是偷看被发现的心虚 结果他低头一看屏幕 正好是你的视角 舒雨晴也来了 就好奇的去看 结果正好和舒雨晴的目光撞上了 至于走神的原因 却是舒雨晴今天比往常多戴了一副金丝眼镜 本就给人高冷印象了他 好像更具欲解放了 你说不清楚这样的吸引力是什么原因导致 可能是一见钟情 也可能是见色起义 但不论如何 绝对拨动了你明明早已水泥风心的心弦 晚上回到宿舍后 你刚打开QQ 就看到了宛若清风三分钟前发来嘴队打游戏的信息 本来就想找这位邻家学姐帮帮忙的 有点惊讶 学姐你怎么知道的 看你好久没上线了 不过舒雨晴看出你有心事 其实是刚才在网卡发现你的时候 你目光明显有些躲闪 这样啊 我最近确实遇到了点麻烦 学姐能帮帮忙吗 说说看 你想了想 有些心虚的打字道 那天舒雪姐不是请我吃饭了吗 所以我想请回来这顿饭 但好像没什么机会 哈哈 迎新活动的流程而已 可能他并不需要你请回来 这样吗 你打字的手指有些犹豫 你是想再和他吃一顿饭吧 忽然 宛若轻松的这条消息 吓得你手指哆嗦了一下 明明自己都这么努力掩饰了 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吗 你深吸一口气 只能是诚恳地打字道 毕竟是第一个认识的学姐 所以想多认识认识 所以你是想让我帮你问他 学姐认识舒雪姐吗 认识 那可以吗 你感觉左胸口的心跳明显加速 从未有过恋爱经历的你 并没有察觉这是第一步的迈出 女生宿舍 已经洗漱上床的舒雨晴 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轻轻拧了名嘴 如此的憨憨学弟 让他越来越好奇了 甚至他也有种想要了解 了解你的冲动 于是他也没有多犹豫 很快就打字回复 可以 谢谢学姐 幸好学姐帮忙 否则我都不知道 怎么联系舒雪姐 毕竟我都没有她微信 那你下次记得加她微信 哦 感觉不好意思吗 对啊 那怎么办 我这次尽力 和你的聊天 让舒雨晴乐地笑出了声 周日 军训照旧 今天整整一天 你的心情都非常不错 除了能看到 舒雨晴学姐 仍然会在军训结束之前 来操场旁三步外 你还收到了宛若轻松的回复 他说他已经帮忙约好了 军训最后一天晚上 还是在周日餐厅 这个消息 也让你感觉 所有人都叫苦连连的军训 好像也没那么痛苦了 终于 时间来到军训最后一天 在教官和全校新生 进行了军训表演后 为期两周的军训 也正式在当天下午宣布结束 不过下午到傍晚 还有不少的时间 于是负责各个班的教官 将各自的学生组织在一起 注意力放在画板上 随着你挥动笔尖 素面的内容也逐渐呈现 操场边 何雪涵跟书与琴 和所有在场的学生一样 都在围观新生们的 最后一天军训 忽然何雪涵连连拍着书与琴的肩膀 哎哎哎 请帮你看 你那个憨憨学弟竟然在画画 画画 书与琴朝何雪涵所指的方向看过去 他们距离你的位置并不远 远远望去 正好能够看到画纸上的内容 你的美术很厉害 这是他早就听陈姐聊过的 但在看清楚画纸后 书与琴就不由这么正 那个地方好熟悉 晚上从图书馆里回寝室 他每天都会经过 而在新生军训的这些天里 他经常会在你画纸上的位置停下脚步 漫不经心的去看你这个憨憨的心声 而不远处看着这边的何雪涵 也不禁嘀咕道 没想到这个憨憨学弟竟然这么有才华了 说着 他愣了一下 然后突然转头看向身边的书与琴 呦呦呦 下一刻 他便一脸八卦的凑了过去 书与琴的目光平静的落在他脸上 你要什么 唱凤凰传奇吗 我再要你啊 何雪涵贼兮兮的笑道 秦宝 上学期我跟你说的大帅哥 你都不愁一眼的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认真的去看一个男生啊 我是在看话 书与琴纠正 那有什么区别 何雪涵白白说 嘿嘿笑道 看来我是摸准你的XP XP 书与琴微微皱眉 何雪涵肯定的凉下头 一般人的XP是在颜值上 但你不一样 你的XP是在才华上 排练去了 书与琴转头离开 诶诶 等等我要心饱 晚上去哪吃饭 食堂吗 你自己吃 我晚上有事 在大家展示才艺之后 柳大新生们的军训正式结束 你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邻居的学姐说 约的是今天晚上七点 现在已经六点四十了 本该非常期待这次吃饭的 可内心却非常忐忑 虽然说你是拜托邻居学姐 还书与琴一顿饭 但约女生吃饭 怎么想都有点约会的意思 到底还是需要一个理由的呀 不知不觉 你放缓了脚步 忽然 你想到了一个理由 上次自己不是把雨伞 借给书学姐了吗 那这次约书与琴学姐一起吃饭 除了对她上次请自己表示感谢外 还有将雨伞要回来 合理 你十分满意地点了下头 可在你抬起头继续向前走时 又有些丧气地踏了踏肩 作为军训的新生 柳氏这几天是什么天气 你是最清楚不过的 天天都是三十五度左右的大晴天 自己没事拿雨伞来做什么 不行 这理由也太刻意了 我还以为你已经到了 这时 身后一个冷冷的声音 让你心中一紧 缓缓转过头去 你惊讶的目光就再也磨不开了 你没有认错 这个声音的主人是书与琴 让你意外的是 今天的书与琴 竟然穿了好看的离去 看着书与琴一身精致的打扮 让你不禁怀疑 书学姐会不会真的是大灵情 好看吗 忽然 书与琴平静的一句话 让你连忙回过神来 好 好看 你说是这么说 却第一时间就将目光挪开了 好看 既然好看 那为什么不看呢 果然是憨憨学弟 书与琴表面仍然平静的说道 明天迎新晚会 刚才拍完 没来得及换衣服 这样啊 你有些不好意思的捏了捏自己一脚 完全跟大明星一模一样的书学姐 让你比平时面对女生的时候更加紧张 不过 学姐穿着这样的礼服 吃饭多少有些不方便吧 你抿了名嘴 想说这顿饭要不就算了 可这个时候 书与琴却指了指前面不远的中式餐厅 先进去点菜 哎呀 学姐 今天还没吃饭吗 你这才将目光重新挪回书与琴身上 不是说你今天还我一顿饭吗 书与琴反问 说完 她便先向前走一步 对对 你连连点头 跟着书与琴就走进了餐厅 点了几个简单的假肠菜 书与琴看像坐在自己对面的你 从座下开始 你就一直憨憨的低着头 她心里忍不住有些好笑 难道自己就这么可怕吗 不过想到你的性格 书与琴略意思索 就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你疑惑的抬起头 可下一刻 书与琴就主动坐到了你旁边的位置 你无比惊讶 堪比大明星的书学姐 竟然会主动坐到自己旁边 而且还是这么近的距离 近到你甚至都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 面对面太严肃了 书与琴淡淡的一句话 好像是回答了你心中的疑惑 好像还真是这个道理 面对面 只要稍微抬头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对方 可如果挨在一起坐 就不会有这样的感感 如此想着 你也表示佩服 学姐懂得真多 所以今天也只是吃饭吗 忽然 书与琴话风一转 要知道 她可是在宛若清风的QQ号场得知 你约这顿饭是想要了解了解自己 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因为之前你想过借口 可又在心里将那个借口给否定了 书与琴瞄了你一眼 这个憨憨学弟 难道就不知道了解别人是需要自己主动的吗 不过算了 但愿她能接住自己的话吧 于是 书与琴便问你是否愿意把自己的绘画作品 放到明天学校迎新晚会上 刚好自己负责的美术社有个作品展览的关节 你想到自己的话有点违规 顿时睁大双眼 这更不太好吧 呼 书与琴忍不住笑出了声 学姐的笑容 让你看得愣了一下 没想到高冷的学姐本身就特别好看了 笑起来竟然更好看 我不是让你拿你画的例会参加 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反应有些吓到你这个憨憨学弟 毕竟在你心中 说不定自己还是很高冷了 于是书与琴便很快恢复平静的脸色 今天那副素描画就可以 那当然可以 你松了口气 你还以为 书学姐想拿你那些擦边力会在迎新网会上展览 不过还有个问题 书与琴打量着你 什么 因为作品展览是美术社的节目 可能你需要加入我们美术社 你下意识问道 学姐你也是美术社的吗 可这话刚说出口 你就有些后悔了 这容易让人误会 自己是因为学姐才决定要不要加入美术社 虽然你心里的确是这么想的 不过书与琴却并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轻轻点了点头 我是美术社的社长 你想加入吗 想 你几乎是拖口而出 因为即便抛开大明星一样的漂亮 学姐不谈 美术也是你从小到大的爱好 哪怕没有书与琴邀请 你觉得在社团招人的时候 美术社也一样是你的首选 今天这顿饭你吃得很快 不仅是因为这家餐馆的味道好 还因为书学姐竟然主动招你加入美术社 可唯一遗憾的 就是邻居学姐说让自己加微信这件事 你默默地叹了口气 问学姐加微信的话 肯定是会被当作搭讪了吧 买单 吃完饭 书与琴拿着手机去了柜台 学姐 你连忙起身过去 书与琴已经扫了付款码 怎么了 她转过头看向你 你弱弱地说道 学姐 不是说这顿放我请你的吗 书与琴缓缓点头 然后将手机放到手心 挪到你面前 那你加我微信 回头转我好了 你完全没有想到 书学姐的好友二维码 竟然就这么轻松地出现在了自己眼前 刚才你还对此有些遗憾了 好的 添加好友成功 自此 你的微信中 多了一个头像是阿拉斯加小奶狗图片的好友 书与琴的昵称是英文单词散 这倒是让你有些意外 这和她高冷的形象 也太过反差了 谢谢学姐 收起手机 你对书与琴表示感谢 至于下午的那张素描 学姐是要照片还是原稿 照片就行 那我晚点发你行吗 我可能十点左右才会请示 你现在不回宿舍吗 书与琴眉头一跳 下午的时候 和室友约了去网吧 学姐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现在过去了 你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好的 书与琴点头 心里也对你这个憨憨学弟越来越感兴趣 和自己吃完饭后就赶着去网吧 果然和别人不一样 晚上回到宿舍后 你拿出手机看了看书与琴的头像 从家好友之后 除了一条转账和收款的消息外 就再也没有任何文字上的交流 要不要打个招呼呢 你如此想着 可和女生交流从来都是你的软肋 于是你也只能望着手机屏幕发带 眼前 不知不觉就出现了美得跟大明星似的学姐 嘶嘶嘶 手机的震动 让你回过神 你切到QQ一看 是宛若清风发来的消息 睡了吗 学姐 今天有点累 不太想场了 和邻居学姐交流 你几乎默认识找自己一起玩精缠缠 那你加了书与琴微信了吗 加了 你先老是芭蕉的回答后 又在消息框里打字 可是吧 还没等你发出去 宛若清风的消息就又来了 那就好 早点休息 毕竟你明天还有迎新晚会 迎新晚会 对了 迎新晚会 看到宛若清风的消息 你立马拍了下脑门 说好给书学姐 发自己画导的照片过去 怎么就差点忘了呢 而且最重要的是 发画导不就算在微信上打招呼了吗 你翻身下床 找出画导拍照发过去 收到了 书与琴的回复 甚至都没有超过一秒 女生宿舍中 书与琴轻声嘀咕着 会不会有些太快了 而下一刻 她手机上方就又弹出了 你在QQ上发来的消息 学姐 谢谢你 差点忘记重要的事情了 对了 明天迎新晚会 学姐也参加吗 书与琴眉头一条 似乎猜到了什么 但她还是打字询问 怎么 学姐帮了我这么多次忙 可我都还不知道学姐你是谁啊 我是大胖子 书与琴的回复 仍然跟之前一模一样 学姐 胖子不胖子什么都不重要 我就是想 如果明天能碰到你的话 我也可以当面谢谢你 这个憨憨 明明就不擅长和女生说话 竟然还主动提出当面感谢 书与琴领了名嘴 但也知道你是真的想谢她 仅此而已 想了想后 书与琴打字过去 我在做实习准备很忙的 这样啊 那好吧 以后有机会再谢谢学姐 嗯 其实她也不算是骗子 因为她最近的事情 都是在做去 沉洁手下实习的准备 但她也没说明天 不会去参加迎新晚会 第二天晚上八点 刘大的迎新晚会正式开始 身为主持人的书与琴 走到舞台中间 她宣布了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趁各个社团 在准备展示自己的作品 我们学生会 临时新增了一个节目 我会随机找一位观众 和我合作一首歌 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 和书与琴一起唱歌的机会 一听这话 现场顿时就沸腾了起来 和书与琴一起同台演唱 绝对是整个晚会 最令人激动的时刻 大家纷纷高呼着自己的号码 希望书与琴 能够听到并选中自己 你也下意识地看了 看自己的座位号是316 可你最终却没有 像其余人那样高声大喊 你也很想和书学姐 一起在舞台上唱歌 可是操场这么多人 自己要是因为紧张 托学姐后腿怎么办 如此想着 你便也安安静静地 坐在自己座位上 再说了 这么多人啊 怎么可能会幸运地选中自己 最终站在你身旁的 何雪涵被选为幸运观众 下面有我为大家 带来一首歌预见 随着书与琴的话音落下 轻盈悦耳的伴奏 随着何雪涵弹钢琴的 手指舞动传来 书与琴的歌声 宛如天籁 令在场所有人沉醉其中 一首歌结束 热烈的掌声 想撤给大校园上空 不过就在书与琴 宣布接下来进行 明星晚会的最后一个环节 社团作品内容展示的时候 你的目光却落在了 匆匆走下舞台的何雪涵身上 和网上一样 见谈好心的性格 还会弹钢琴 又和书学姐的关系不错 一个困惑了你许久的疑惑 似乎终于有了答案 它就是宛若清风 直到何雪涵重新在你身边坐下 我脸怎么了 谢谢雪姐 何雪涵一头雾水地 看见你的啥情况 何雪涵一脸猛逼的表情 让你也跟着愣了一下 怎么突然谢我了 何雪涵的表情 看起来不像撒谎 你也忍不住自我怀疑 弱弱的试探道 何雪姐 没写过变迁纸吧 变迁纸 什么年代了还写那脸啊 何雪涵无语地摆了摆手 不好意思啊 认错人了 你知道自己八成是搞错了 毕竟宛若清风学姐也说了 她最近在准备实习 不会参加迎星晚会 总不能 隔壁的邻居学姐 也跟自己一样社会了 九点半 迎星晚会正式宣告结束 回到宿舍后 你打开微信 一手拿着吹风机吹头发 一手拿着手机的舒雨晴 偏过头看向浴室 愣了两秒后 她便忍不住清明嘴唇笑了笑 没想到让那丫头伴奏 竟然差点让这个憨憨学弟误会 不是都说我不去吗 好吧 今天迎星晚会怎么样 很快你便告诉对方 今天的迎星晚会很不错 就是有点遗憾 本以为今天舒雪姐 临时增加的抽取幸运观众的环节 自己能被抽到和她一起唱歌 想和她合唱吗 当然想 以后总有机会的 你连忙打字 学姐可千万别告诉舒雪姐 我怕被误会 怕误会 舒雨晴的嘴角再次上摇 你的这点小心思 其实早就躺不住了 对了学姐 我老姐说 你要在她那里实习是吗 这时 你提起了陈雨晴 舒雨晴不由乱了愣 陈姐跟她提起过自己的 那她为什么还不知道自己是谁 几秒后 宛若清风回了一句是的 那学姐以后去老姐那边实习 有麻烦可以找我 会有什么麻烦 我老姐工作很严厉 对工作犯错的下属批评的特别狠 带家人带器官的那种 这样啊 但是我有我老几个把柄 她不会欺负你 那谢谢啦 舒雨晴哭笑不得 陈姐在她心中 的确是很严厉的一个女强人 但却从来没有欺负过她 相反整个暑假 都对自己特别照顾 她不喜欢她 其实是那些工作态度敷衍的人 不过当你提出保护她的时候 她还是感觉心里暖暖的 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情宝 头发还没吹完吗 这时 何雪涵换上睡衣 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好了 舒雨晴关掉吹风机递给她 并迅速收起手机 悠悠 何雪涵注意到她的小动作 手机收这么快 不会是在聊男生吧 哪有 舒雨晴脸色平静 可何雪涵好像没听见似的 轻轻用手指点一下吧 我猜猜看 那个男生会是谁呢 不会是你那个憨憨学弟吧 平静的神色下 舒雨晴的睫毛 忍不住跳动了两下 因为她想起了 在搬到公寓室 陈姐调侃的一句话 我那憨憨弟弟虽然憨吧 所以你见到她的话 可千万别撩她 小男生可经不起你 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撩呢 但是自己只是想认识和了解你 应该不算撩吧 固执不绝间 舒雨晴俏丽的脸蛋 浮现出了一抹红韵 晚上 为了庆祝大学生活正式开始 你和你的摄友 一起来到学校附近的烧烤店喝酒 晚上九点 你的四个摄友很快 也进入到了微醺状态 索性你和另外三个摄友 还算清醒 看了看时间 准备起身回宿舍 余高和蒋小花 晃晃悠悠的架起下行 转头看向还坐着的你 老陈 该走了 咱们又没喝多少 你怎么也坐着不动了 我再坐一会儿 你揉了揉脑袋 你其实并没有喝醉 但就是觉得头疼的厉害 一动也不想动 摸了摸额头 有些烫 好像是感冒了 那行 我们先走 你快点啊 在你摄友离开后 你也在连连深吸了几口气候 才终于站起身 但脑袋仍然轰昏沉沉的 走到烤串店门口 雨下的还是很大 甚至还伴随着阵阵雷鱼 不过当你走出烤串店的时候 脑袋上却并没有雨滴落下来 你抬头看了看 头顶是一把黑色的雨伞 雨伞很熟悉 但眼前的散面就好像在不停晃过 变成了一个两个无数个 喂 你怎么了 这是你一时清醒前听到的最后一句话 冷漠但焦急的语气 却宛如天籁 一时重新清醒的时候 你感觉脑袋像要炸开一样 而让你醒来的 是你靠着的东西颤抖一下 这是我家 睁开眼 你不禁有些惊讶 因为前一秒 你还以为自己在烤串店 结果现在却躺在了 自己老姐公寓的房间 茶几上还有感冒冲击和一个水杯 轰 窗外传来雷鸣 你再次感觉到身边有人颤了一下 你下意识地转过头去 只是一眼 便瞪大了眼睛 书 书学姐 你怎么也没想到 书学姐竟然会出现在自己的公寓里 靠在自己肩膀上 睡得很香 你没有见过童话故事里的睡美人 但如果睡美人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那么一定就是现在的书学姐这样 等等 所以自己离开考穿电视 是书学姐碰巧过来了 看到自己喝了酒有些感冒 所以送自己回家了 你看了看放在门口的雨伞 和家里没有的感冒冲击 似乎也猜到了事情的经过 哄 又是一声雷响 书雨晴的睫毛也跟着颤了颤 据说怕打雷的人都会有这种反应 原来高冷的书学姐 也会跟小女生一样怕打雷吗 心里悄悄想着 你也轻手轻脚地起身 你去房间里找来薄薄的小被子 搭在书雨晴身上 然后再将客厅的窗户关上 这样一来 书学姐应该就不会被雷声给吓着了 而就在你拉窗帘的时候 背后传来一个慵懒的声音 你醒了 一觉醒来 书雨晴下意识地就伸了个懒腰 发现身上有条小被子搭落下来 她拿起小被子看了看 抬起头 正好和你的目光碰在一起 你立刻心虚地将目光挪开 你心虚什么 忽然书雨晴开口 哎呀 没有 那还低着头 你这才缓缓抬起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是之前和你玩游戏的时候 你无意间透露出 你要和朋友们吃烤穿的事情 当时我也不知道感冒 可能是去烤穿电视淋雨着凉了吧 你挠了挠头 有些好奇地问道 不过 学姐是怎么找到我家的 书雨晴一点也没有着急 无比平静地说道 你忘了 你喝醉了自己告诉我的 这样吗 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你有些遗憾地叹了口气 明明是和大明星学姐聊天 自己竟然完全没有印象 现在感觉怎么样 书雨晴转移话题 感冒的话 现在好些了 不过好像身上酒味挺重的 你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没有哪个女生 会喜欢跟满身酒味的男生 待在一旁 饿了吗 书雨晴的语气仍然冷漠 你有些没反应过来 天都亮了 该吃早饭了 书雨晴指了指你身后的虫 你下意识地拿出手机 看了看时间 都快七点了吗 家里有什么东西 说着 书雨晴站起身 东西 你愣了一下 吃的 你平时都不吃早饭吗 书雨晴反而匪夷所思地看着你 吃的 有鸡蛋冻脚 还有面条什么的 好 书雨晴直接朝厨房方向走去 可这一幕 却让你不禁惊讶 书雪姐是打算亲自下厨吗 只是一身酒味的你去帮忙 会不会被书雪姐嫌弃啊 走到厨房门口 书雨晴顿了顿 瞥了一眼身后的你 感冒还没完全好 你要真嫌弃你身上的酒味 洗澡的时候记得别着凉 好的 你心领神会 那我现在去洗澡 说着 你就赶紧跑回自己的卧室 找了些要换的衣服 直到看你跑进浴室后 书雨晴的脸蛋上 才出现一抹飞红 毕竟 她可是头一次交代 一名男生关于洗澡的事情 趁你洗澡的功夫 书雨晴决定下碗面条 大约二十分钟后 你洗完澡从浴室里出来 餐桌上 已经放上了两碗面条 并且都加了一个煎蛋 但是你却没看见书雨晴人 雪姐 你还在厨房吗 你朝厨房探过去脑袋 发现书雨晴正蹲着身子 在厨房柜子里找什么东西 书雨晴下意识地转过头 结果她却愣了一下 刚洗完澡的憨憨学弟 似乎要比平时更加清澈了许多 甚至还有些小帅 雪姐 你在找东西吗 你弱弱地问了一句 书雨晴这才回过神 淡淡地说道 你家有辣椒油吗 有的 在上面第二个柜子 你指了指她头顶方向 拿到辣椒油后 你们俩一起回到客厅吃起了面条 那个雪姐 谢谢啊 文言 书雨晴立位深长地看了一眼 冷漠的瞳孔中 闪过一丝好奇 你愣了一下 怎么了 书雨晴若有所思地说道 我发现 你好像确实不太擅长和女生交谈 几乎不会主动说话 你抿了鸣嘴 果然和柯倩倩说的一样 不会主动搭讪的性格 是吸引不到女生的吗 而就在这个时候 书雨晴冷漠的脸上 弯起一丝浅浅的微笑 但感谢的时候 倒还挺会主动的 可能是因为没有人会反感对方说谢谢吧 你不好意思地说道 书雨晴缓缓点头 对你的说法倒是表示认可 两个人继续低头吃面条 不过在没了话题后 不管是社口的你 还是几乎没怎么跟男生说过话的书雨晴 都觉得有些尴尬 于是二人很有默契地拿起了自己的手机 你跟上了QQ 点开了网络轻松的聊天框 现实社口的人 往往会将关系不错的网友当作真心朋友 住在隔壁公寓的学姐 自然就是你近段时间以来联络最多的网友 这时 书雨晴眉头一条 手机上方竟然收到了你发来的QQ消息 所幸她的QQ消息一直是摄置振动提示 而你还紧张兮兮地在旁边看着手机 所以并没有注意到她这边的动静 书雨晴打开消息去看 学姐 说出来可能会吓你一条 书学姐她竟然在我家待了整整一个晚上 扑 从文字上就能感受到的惊喜 即便是在冷漠的书雨晴 看到这条消息时也没能绷住 不过她突然的动静 却让你吓了一条 毕竟 你是在书雨晴背后了解她 辣椒放多了 被呛到了 书雨晴故作镇定 学姐小心点啊 一边说着 你也一边松个口气 而这是 书雨晴手机上又收到了你新的消息 不过你别误会啊 是我昨天喝了点酒 同时还感冒了 当时脑袋晕乎乎的都快炸了 还好碰到了书学姐 我才被她给送回家的 现在正在吃书学姐下的面条 书学姐就坐在我旁边 书雨晴拧了名嘴打字道 有那么激动吗 有 你回复得很快 书雨晴皱了皱鼻子 故意打字道 之前你不还说她很高冷吗 过了几秒后 你的消息才再次发送过来 是很高冷 但好像也很会关心人 就跟学姐你一样 书雨晴瞄了一眼身边的你 这个憨憨学弟 为什么从来就不怀疑 宛若青春就是自己呢 而且 学姐我可以偷偷告诉你一件事情 但是你可千万别告诉书学姐 忽然 你的一条消息勾起了书雨晴的好奇心 你说吧 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 书雨晴打字回复 就是 我觉得书学姐 其实挺可爱的 看到你的信息 书雨晴望着手机一头问候 这是她第一次从学校男生中 头一次听到可爱这样的评价 不管是中学时候 还是现在的柳大校园里 男生对她的评价 大多都是高冷预警犯 说她漂亮的人很多 但在别人眼中 她的漂亮绝对不是可爱疯 不过除了男生外 比如自己的闺蜜何许晴 她倒是说过不少次 所以书雨晴很是好奇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过了十几秒 你的消息才终于回过来 书学姐刚睡醒时 竟然也是萌萌的 真的很可爱 而且她今天的发绳上 有一枚卡通的蝴蝶 这应该算是可爱疯的吧 睡醒 人刚睡醒的时候 不都是萌萌的吗 书雨晴觉得自己 感觉不到这个点 至于你说的发绳 倒是事实 那个时候 她就是看中了 这枚发绳的可爱 不过她很少在学校里 记这款发绳 除非只是在宿舍里 否则也不会只有你 她发现和她风格 截然不同的发绳 之所以今天发绳 还记着她的秀发 完全是因为 昨晚原本打算 待在寝室不出门的 她看到外面下起了大雨 想想你这个憨憨学弟 去吃烤穿 肯定不会有人想到带伞 时间很快来到了八点半 书雨晴今天九点就有课 可她看了看窗外 外边的雨还没有停 但她却并没有因此烦恼 反而还松了口气 我要去上课了 书雨晴起身 那我送送学姐 你也跟着站起来 不用 你先多休息一会儿 书雨晴摇摇头随后问 家里还有多的伞啊 她指了指门外的黑色雨伞 表示想再借用她一天 有的 学姐要用的话 就继续用她吧 你立刻点头 好的 书雨晴浅浅地笑了一下 仿佛这把雨伞 就跟身边的憨憨学弟一样 有她在身边 总会让人觉得很舒服 很温暖 那我走了 昨天谢谢学姐了 在你的感谢下 书雨晴离开了公寓 而你也呆呆地 望着电脑屏幕愣了好一阵 昨天晚上 包括今天早上 都给你一种 好像在做梦的感觉 明明美得跟大明星一样的学姐 竟然会照顾你一个晚上 还给你做早餐 忽然 你的目光下影 书桌上 是一枚挂着红色蝴蝶的发绳 学姐 你发绳落我家里了 你拿出手机 给书雨晴发了一条微信过去 不过消息刚发过去 你就愣了一下 等等 书学姐的发绳 记得她走的时候 发绳明明是系在她头发上的 刚才她又没有把头发放下来 那书桌上的这枚发绳 又是从哪里来的 很快 书雨晴的消息回复过来 下次我自己过去拿好了 你不用专门拿给我 好 你立刻答应下来 毕竟发绳也算是女生的贴身物品 学姐不让自己还也是正常的 但实际上 书雨晴只是想让自己的发绳 在你那边多放一段时间 下午学校社团的招星活动正式开始 我们美术社的场地 你先把入社申请填了 书雨晴一边说着 一边从门口柜子里找出一张表给你 重重地点了下头 拿起笔开始填写 诶 请保 这时 医学院的张诗雨走到书雨晴身旁 她一边看着你 一边小声在书雨晴耳边说道 原来你提前招的心声就是她吗 书雨晴点头 上次你在网吧看的就是沉默吧 张诗雨无嘴偷笑 你认识她 书雨晴心里一惊 难道说 张诗雨也偷偷关注过你吗 张诗雨仿佛看出了书雨晴的疑惑 我也是看了那个帖子 才知道她叫沉默 我还用过她作品的皮肤呢 书雨晴心中松了口气 你是张诗雨学姐吗 这时 你抬起头 看向张诗雨 一瞬间 书雨晴眉头微皱 在她的印象里 你可不太会主动跟女生说话 可现在 你却破天荒地主动跟张诗雨搭话 你认识我吗 张诗雨好奇地看向你 你有些犹豫 有话就说了 旁边 书雨晴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纠结了几秒 但最终还是说出 学姐 我是有喜欢你 你的话让张诗雨和书雨晴 同时睁大了眼睛 她叫夏行 人很好的 你老是芭蕉地说道 书雨晴哭笑不得 语气也明显温和了许多 刚进社团 你就考虑去你室友的感情问题了 那个 她天天在我们面前提起张学姐 你也发现刚见面就说这种事 好像有些不太多 不过我好像对她没什么影响 张诗雨礼貌地笑了笑 好吧 学姐 这个我填好了 你将写好的申请表 递给书雨晴 你抿了名嘴 有些忐忑的问答 我能不能问问 我会分配到什么部门 张诗雨帮书雨晴回答道 看你喜欢什么 如果不是某个部门的人太多 都会根据你的爱好分配 那学姐是什么部门的 你偷偷瞄了一眼旁边的书雨晴 结果张诗雨这时却指了指自己 问我吗 文言 你明显问了一下 张诗雨玩耳一笑 我是展览部的 比如迎新网绘上的那些作品 都是我负责 包括你的内部素描 不过以你的才华 应该不会进展览部吧 这样啊 你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因为你想问的可不是张诗雨在什么部门 而是书雨晴 结果这时 书雨晴却冷声说道 好了 今天和明天还要招心 你现在已经加入我们社团了 后天下午再过来集合就行 学生会还有事 我先走了 说完 书雨晴转身离开 张诗雨朝你笑了笑 今天大家都在忙招心 可能顾不上你了 没事没事 你连连摇头 客气的说道 我后天再过来 说完 你也礼貌的道别离开 晚上 女生宿舍 书雨晴在书桌前整理着实习资料 可能是因为心思没有在这上面 她很快就正住了 哎哎哎 忽然 一只手在她眼前晃了 书雨晴转过头 疑惑的看着何雪涵 何雪涵问道 秦宝 你今天怎么回事 我看你好像社团招心后 就一直有些反常 没有 书雨晴冷声说道 何雪涵翻了个白眼 还说没有 凶巴巴的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立价提前了 顿了一下后 她做出猜测 没说我在生气 书雨晴你的名字 生气 自己怎么可能因为你在选择部门的时候 去问张诗雨在什么部门而生气呢 此人 社团招心仍旧在继续 书雨晴的心情莫名低落 但身为美术社的社长和学生会的副会长 她也只能忙忙碌碌的两头跑 但她却再也没有亲自去招心点 而你这边 也在第一天的招心后冷静了下来 书雪姐带你去美术社 其实并不意味着什么 毕竟这是你们之前就说好的事情 任何一个负责社团招心的学姐或者学长 应该都会这么做 自己很特别吗 你从来不会这么认为 看看下行他们都已经被拉进了社团群 可书雨晴就好像忘记你了一样 微信上的最后一条消息 还是上次说发生落在你这里的事情 于是在晚上的时候 你坐在床边叹了口气 因为你现在关心的是以后会加入美术社的哪个部门 可你又不知道书雨晴到底是在什么部门 晚上十点 你拿起手机 打算去贴吧搜一搜 书雪姐是笑话 大家对她的讨论肯定很多吧 结果这时 犹豫着要不要用QQ意见登陆的你 看到一个好友上线了 对啊 与其去贴吧找 为什么不问问好心的林家学姐呢 你非快打字过去 学姐 缠码 手机另一边 极力克制着自己一天没有联系你的书雨晴 再登上QQ的一瞬 就不由愣了愣 因为她也想用另一个身份 问问你玩不玩游戏 想知道你这个憨憨学弟一整天都干什么了 结果没想到 你的消息比她来得还快 可以啊 书雨晴回复 进入游戏 可你的注意力却一点都没放在游戏上 你打开和宛若轻松的聊天框 直接打字道 学姐 我能问问你一个问题吗 可以 你说 就这件事情你也别告诉书学姐啊 书雨晴愣住了 竟然还是跟自己有关的 好 我答应你 最近我们新生不是要加入社团吗 我现在加入了美术社 但不知道会被分配到哪个部门去 可我想去书学姐在的部门 手机另一边 书雨晴明显愣了愣 昨天的时候 你不是才打听张诗雨的部门吗 怎么今天又开始问自己了 难道 书雨晴眉头一皱 指尖重新打字 那你怎么不直接问她 我问了 但是昨天张诗雨学姐正好在 我总不能说我问的不是她吧 看到这么一段消息 书雨晴顿时有些哭笑不多 原来 昨天是自己误会了吗 也对啊 明明晨姐的弟弟这么寒 怎么可能会像自己想的那样渣 要知道 她可是和别的男生不一样 或许是因为误会解开 书雨晴仿佛感觉心情都舒畅了许多 没想到 居然还是自己错怪你了 那明天 自己想想办法补偿补偿她吧 书雨晴如此想着 手机上你的消息又发了过来 所以 学姐 你知道书雪姐在哪个部门吗 她主要是在综合设计部 负责帮美术社做学生会那边的任务 比如公众号的汇图之类 你要去吗 看着手机上的信息 你叹了叹口气回复的好笑 但估计难度会很大吧 书雪姐在的部门 肯定也有很多人想去 看着你的信息 书雨晴你的名嘴 嘴角浮现出一抹浅笑 那你直接说就好了 顿时你眼前一亮 学姐难道你有路走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 这个是我的吗 你指了指餐盘 书雨晴被你这个憨憨学弟逗得笑了一下 你看还有别人吗 那谢谢学姐 你有些受宠若惊 毕竟你可从来没有想到 如此高冷的学姐 竟然会帮你打饭 落座后你拿起筷子 看着眼前的饭菜又挣了挣 对比书雨晴餐盘中的许多辣椒 你这份明显要清淡许多 因为之前一起吃饭的时候 你就表现出自己不怎么吃辣 只是没想到书雪姐竟然能记得 一时间 已经分不清明明 坐在旁边表情冷冰冰的学姐 到底是不是真的高冷 忽然 书雨晴再次抬起头 你好像想起了什么 连忙掏出手机 学姐 我把饭菜钱转你 不用 书雨晴差点没绷住 淡淡的说道 这顿饭请你 当做道歉 道歉 你正正的望着书雨晴 可书雨晴却并没有继续往下说 而是在旁边细嚼慢咽的吃着饭 可能书雪姐说的道歉 是昨天工作太忙 没太顾忌到你 你一边悄悄想她 一边大口大口的吃着饭 周围注意着这边的男生纷纷服饿 这家伙 明明都和书雨晴坐在一起吃饭 难道就不知道注意点形象吗 不过书雨晴用余光偷描了一眼后 倒觉得这样法让她舒服 拘谨刻板 容易让人觉得有目的心 像你这样轻松自然的 就能让人觉得心安 吃完饭 书雨晴和你直接去美术社 今天是美术社新生测试的日子 今天的测试主要是给所有新生分配合适的部分 并且到时候 还有学长学姐给新来的新生进行一对一辅导 而这也就意味着理论上 大家都有机会被书雨晴一对一辅导 想到这里大家纷纷打起精神 随着临近测试结束的时间 不少新生已经默默地交出了自己的作品 完成了整个测试 而此刻的你 也在落下最后一笔后松了口气 你画的内容是军训结束那天 画的素描画的完整版 除了景色的线条仍然勾勒得无比完美外 画的最中间 还多了一个停不眺望的漂亮女生 和现实中一样 她怀里抱着书本 目光冷漠 气质清冷 但是你自己多加了一个细节 那便是让原本披在肩头的绣法 用一枚红色蝴蝶的发绳给扎起 测试结束后 书与琴开始将大家的作品 一张一张地拿出来进行评价 可直到点评结束的时候 你都没有看见书与琴拿出自己的作品 所以自己是被忽视了吗 新生这么多人 不管是和你一样的新生 还是美术社的学长学姐们 丝毫都没有注意到书与琴漏掉了一个人 直到大家陆陆续续地 被学长学姐带到各自所在的部门 房间里很快就只剩下你和书与琴两个人 这个时候 即便是不擅长主动的 也不禁站起来说出自己的疑惑 书学姐 为什么 走吧 我带你去综合设计部看看 书与琴打断你的话 我进综合设计部了吗 你有先往 是的 书与琴点了下头 继续说道 一个一带你的老人是我 一瞬间 你之前低落的情绪烟消云散 原来自己不是被忽略了 那书学姐 为什么你没有点评我的话 你不由好奇地朝书与琴提出一问 可能忘记了 书与琴甚至连借口都懒得着 是吗 你将信将疑地缓缓点头 书与琴瞄了你一眼 淡淡地说道 如果你想换人或者换部门 可以跟我说 不换不换 学姐说的跟我期望的安排完全一致 你立马表态 书与琴拧了名嘴 不经意间 嘴角稍稍上扬 那走吧 书与琴转身带路 为什么他没有点评你的作品 因为这是他看见大家抢人后 临时做出的决定 自己的憨憨学弟 谁也别想抢走 在书与琴的介绍下 你很快就了解了 综合设计部所需要做的事情 了解完了部门和近期任务 书与琴和你便离开了 美术社的场地 忽然 书与琴转过头 看着你说道 你的话很不错 我能收下吗 书与琴轻轻拍了一下 挂在肩上的帆布包 你顿时睁大眼睛 原来书学姐不是忽视了自己的话 当然可以 你连连点头 谢谢 书与琴玩耳一笑 少见的笑容 让你看愣了两三秒 之后见 有事微信聊 周末是你所在的 书与琴用目光示意前方的歌词 你也立即做好了合唱的准备 其实和你一起唱歌 是书与琴在迎新晚会那天 就做好的决定 或许你自己都不记得 但她却还能想起 那天迎新晚会之后 你向宛若轻冲说 当时号码差点抽中你的时候 你还以为能和学姐一起唱歌 第一次唱男女队唱的情歌 书与琴和你从主歌到副歌 都无比默契 甜逆的旋律和歌词 让在座的人直接听愣等 难以想象 美术社的女王 竟然还能和人唱这样的歌 嘖嘖 听着二人疏快的歌声 张诗与异为深长的 瞥了一眼身边的书与琴 和某个男生一起唱歌 还是一起唱小甜歌 哪怕是从高中时候 就跟书与琴认识的张诗与 也是头一次见 所以自己身边的冰山美人 终于遇见能融化她的阳光了吗 下午六点半 你们一群人在唱完歌后 来到附近的海底捞聚餐 大学生的聚餐自然少不了喝酒 即便是平时酒量不行的 也硬着头皮多喝了不少 八点半 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也陆陆续续离开 而酒量到位的 你也终于昏昏沉沉地 趴在了桌子上 很快桌前就剩下你和书与琴 一旁的书与琴什么也没做 只是静静地坐在你旁边看着 忽然 你将包里的手机拿了出来 你吃力地抬起脑袋将屏幕解锁 打了两个字就趴下去 结果你趴下去的时候 可能是姿势不对 一只手居然从桌面搭落下去 书与琴不由身子一颤 下意识地将双腿并拢 就在刚才 一软呼呼的指尖 碰到了她的腿上 不过即便是已经喝醉了 也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连忙就将手给缩了回去 哪怕是喝醉了 你像触电般缩回手的动作 也有些憨憨的 书与琴不禁有些脸红地看了看 深吸一口气后 她才轻轻拍了拍你的肩膀 是不是有人找你 是的 我老解 你趴在桌上含糊不清地回答着 文言 书与琴凑过去看了看你的手机 原来 是陈姐在微信上问你 兼职的进度怎么样 书与琴想了想 然后拿起自己的手机 把你醉糊糊趴在桌上的模样拍了下来 她看着照片愣了愣 没想到 这个憨憨学弟还挺上镜的 而下一刻 她就将照片发给了陈与琴 几秒后 书与琴的手机就开始不停地震动 你的姐姐陈与琴发信息问她 她喝醉了吗 书与琴很快回复 社团聚会 她喝得有点多 我在旁边等她醒 你的姐姐陈与琴看到 书与琴回复的信息 有些差异 可我记得你很讨厌喝酒的人 书与琴顿了顿 眉头也紧皱了起来 心里一股不好的回忆有上心头 其实喝酒这件事情 她并不反感 真正反感 是故意喝醉 然后接着酒精做某些事情 并得寸进尺 深吸一口气后 书与琴继续打字 她不一样 很特别 看到回复的陈与琴很快发信息问她 虽然我老弟人还不错 但你不会真看上我老弟了 书与琴偷偷瞄了一眼身边的你 这么憨憨的你确实蛮不错的 半个小时左右 你醒了 看你迷迷糊糊的抬起头 书与琴也下意识的盖住了手机 不过她的小脸有些微微放红 因为在刚才和陈与琴的聊天中 陈与琴的最后一句话是 既然我老弟在你旁边喝醉了 那我就把她交给你了 书学姐 其余人呢 现在几点了 你朝四周望了望 发现整张桌子就只有你和书与琴两个人 九点过了 大家都回去了 书与琴平静的将手机放回了包里 这样啊 嘀咕着 你顿了一下 你好像意识到了什么 抬起头看向书与琴 书学姐是在等我吗 是的 该回学校了 书与琴站起身 你也紧跟着站起来 并肩走出店门 你不经理了名嘴 喝过酒之后 往往会觉得口渴 于是在路过旁边奶茶店的时候 你下意识的就摸出手机 结果摁下解锁键的时候 却发现竟然没电了 想喝东西 旁边的书与琴一眼就看得出来 我去买 还没等你回答 书与琴就转身去了边上的奶茶店 两杯羊枝甘露 扫码复盘后 书与琴将其中一杯递给你 谢谢学姐 你有些不太好意思 没想到出来聚会 竟然还要明星学姐买奶茶 下次你请我 书与琴帮你圆了一句 好的 你的尴尬这才缓解了不少 两口冰奶茶下毒 你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不少 书与琴捏着吸管喝了一口 余光偷偷瞄了一眼 神清气爽的你 刚才你姐给你微信发消息 书与琴将陈与琴的话转述 她问你兼职的进度 你立刻就摆出苦瓜里 开始吐槽 这才几天就催了吗 每次都这样 给我任务红 两三天就催一次 而且最奇葩的是 每次说我的话有问题 我将她询问问题在哪里 她也说不出来 理由就只是我这么快完成 肯定有问题 但明明是她每次都催 书与琴忍不住笑了出来 印象中的陈姐还真是你说的这样 也就她是我老姐 如果以后工作遇到她这样的领导 我一定会辞职 你愤愤地立下一个誓言 随后也不禁感慨道 就是不知道学姐会不会遭到她的虐待 文言 书与琴眼皮一跳 书学姐 我不是说你 你解释道 我是说我认识一个学姐 以后要在她那边实习 估计她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 赖助她好运 书与琴迅速让自己脸色保持平静 看书与琴的脸色转变 也不禁愣了一下 都说和一个女生相处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提起另一个女生 明明刚才书学姐才罕见的笑话 结果现在就重新冷着脸 对了 你明天有什么安排 忽然 书与琴话锋一转 我可能就是做做兼职 然后把作业写了 以如实说出自己的打算 但心里想的 却是果然和自己刚才猜想的一样 毕竟聊天聊到不喜欢的话题 都会下意识地换另一个话题 有空吗 书与琴转头问 有的 你立刻点头 下午来趟社团 虽然秋季运动会之前 没什么重要的社团活动 小活动还是有一些的 好的 第二天下午一点 你来到宿舍楼下就看到了 正在等你的书与琴 你赶紧打了声招呼 书学姐 书与琴浅笑一下 边走边说 今天有个小活动 需要画个活动颁奖的场景 会画吗 你点了点头说没问题 好的 那去社团画吧 来到社团场地 书与琴从抽屉里翻出一张照片递给你 你低头一看 照片上是上学期经管系的一个 全国院校兴致的精英 在颁奖 而照片中的书与琴 就获得了第二的好成绩 估计下期笑看的内容 就是表扬书学姐了 你悄悄想着 下午画出来应该没问题 不着急 你慢慢画就好 说完 书与琴就坐在你的旁边 安安静静地看着你画画 过了一个小时 完成画图的你下意识地伸了的懒腰 结果刚伸手 你就感觉碰到了什么 连忙又将手给缩了回来 转过头 是书与琴下意识背靠墙壁的优越隐身 你连连道歉 不好意思啊书学姐 我没注意你就在旁边 刚才你的手撞到了书与琴的脑袋 没事 书与琴摇了摇头 但心里却有一种怪怪的感觉 自己竟然被身边的大蛮还给避动了 她说不上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直体会到心跳在莫名的加速 你尴尬地摸了摸鼻子 一时间又不知道说些什么 你不是还有兼职吗 没请示吧 书与琴转过身 故意掩饰着渐渐红润的脸蛋 也是 再不做出点东西 我老姐又要催了 那书学姐我先走了 你将画好的图传给书与琴后 就抱着拍子离开 直到你匆匆小跑出楼 书与琴才透过窗户 目送自己的大男孩离开 周末结束 新的一周到来 柳大的所有学生 连周一这样的日子都充满了精气神 因为这周只有两天的课程 上完课 就会迎来七天的小长假 这两天 你好像也受到了那场303测试的鼓励式 在学校巧合碰面的时候 你也会主动和书与琴打招呼 而在微信上 你也每天晚上找书与琴聊天 周二晚上 我庆假期的前一天 书与琴在微信上告诉你 明天自己要回家一趟 你心情有些复杂 好不容易到了假期 原本你还想借着 还上次书学姐的奶茶 看能不能和书与琴见面 不过好在书与琴跟你说 等她回来后的几天 都会和你一起完成社团任务 次日早上 你睡醒后 坐在床边拿起手机看了看 微信上有条消息 是书与琴八点左右时发来的 她说她已经离开学校 再回江城路上了 你叹了口气 今天连出门的动力都没了 不过这个时候 微信上却刚好收到了 一条老姐的消息 并让你立刻打消了这个念头 我落地了 立刻来接我 于是 你便赶紧去机场 将老姐接回公寓里 下午三点 你将兼职的工作完成 你拿起派切到QQ界面 发送给宛若清风 学姐 缠码 对方手机在线 但好像并没有看见